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从这节课开始呢,我们来学习一下我们JS中的事件 那首先呢,来看一下我们要学习的内容 在事件这一块呢,其实我们的内容也比较多 但是呢,我们先把主要的内容先讲一下 包括以后要学到的这些事件的这个,不同的事件类型 那我们可能通过一些实际的案例来带着大家进行一个讲解 那接着来看一下事件 什么是事件,其实我们平时浏览网页的时候经常都看到各式各样的事件 那我们的HTML是不是显示我们的网页的这个结构的 那CSS来美化我们网页的外观的 那接着我们的JS呢,就可以通过事件来与我们的网页进行一个交互 就拿我们Math学院为例,可以看一下 MathEDU 你看打开我们的Math之后 稍等 好,等你来一下 联系网 好,打开了 当我们鼠标放上去的时候来看 放到这个上面 对,是不是弹出了这样一个让我们选择课程的这样一个列表呀 对吧,包括我们点击登录 点击这样一个登录 是不是弹出一个框,让我们来登录啊 对吧,这就属于我们点击事件 等等啊,这样的效果 那其实呢,都是通过我们的事件来实现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事件 那事件呢,其实指的就是我们文档或者浏览器窗口发生的一些特定的交互瞬间 那我们可以通过事件处理 处理程序呢,来预定我们的事件 以便当我们发生的时候来执行信号的代码 就像我们刚才点击了一下 其实呢,就是一个鼠标点击事件 包括以后还有我们的键盘事件呀 对吧,包括窗口事件呀 文档加载事件呀 都属于我们的事件 那在讲解我们的事件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几个内容 像我们的事件类型 包括事件目标 事件处理程序 包括我们的事件对象和事件传播 那以后呢,可能还有这个事件的一个委托呀 对吧,包括事件的一个性能优化等等 那现在呢,我们先把主要的内容先来说一下 第一个先看一下,什么叫事件类型 那事件类型呢,其实就是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事件 对吧,是点击事件呀,还是鼠标事件呀 还是鼠标悬浮事件,还是键盘事件 它指的就是我们的一个事件的类型 那接着再往下 那事件目标呢,其实也比较简单 就是哪个元素上发生了 或者说哪个对象上发生了我们这个事件 那事件目标呢,就是我们发生的事件 或者与之相关的一个对象 当讲我们的事件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同时指定我们的类型和目标 像我们window上的load事件 或者说我们超链接上的单击事件 对吧,都属于我们的事件目标 好,那接着再了解一下什么叫事件处理程序 那这个也简单了 那事件目标没有了 当我们发生事件的时候 那我们让它来执行某段代码 那这段代码呢,就是如何来处理我们这个事件 就属于我们的事件处理程序 对吧,像我们用户在页面中进行一个点击动作 像我们点了一个登录,是不是弹出了一个框 让我们进行一个登录啊,对吧 包括我们鼠标移动的动作 网页页面,加载完成的动作 这都可以,对吧 那这些想用这些事件的一个代码 这就叫做我们的事件一个处理程序 这一块大家有个了解 那接着再往下,事件对象 我们也要知道一下 那事件对象呢,是与特定事件相关 且包含有关该事件详细信息的一个对象 那一会儿呢,我们也会看到啊 这个invent对象 就是属于我们的事件对象 那事件对象呢,作为我们的参数 传递给我们事件处理程序函数 那所有的事件对象呢 都有用来指定事件类型的type属性 和指定事件目标的target属性 那每个事件类型呢 都为其相关的事件对象定义了一组属性 这一些定义我们先简单的有个了解 接着再往下,事件传播 这个呢,一会儿也会给大家讲 那像我们一个页面中 假如说可能我们点击了一个刚才的超链接 但是呢,这个超链接在我们的DIV里 那现在呢,DIV可能有时间 超链接也有时间 当我们点击这个元素的时候 到底是哪个事件先发生 那其实呢,就是我们的事件的一个传播过程 在这里边呢,一会儿会给大家讲到 像我们的Mob号,包括捕获 这一点需要知道 那事件传播呢,就是浏览器决定 哪个对象触发期事件处理程序的一个过程 那说了这么多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写我们的事件 在我们事件这一块 我们事件模型分为三种 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使用的都是属于我们的内联模型 那什么叫内联模型呢 这种模型呢,也是最传统单一的一种事件 处理事件的一个方法 在内联模型中呢 我们事件处理函数 是HTML标签的一个属性 用于来处理我们指定的事件 那接着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来一个例子 其实这种写法呢 也是我们经常写到的 写一个HTML 假如说我们来一个Button 好,写上一个Test 1 给它加一个点击事件 OnClick 我们弹出一个框 Alert一下 Hello,Mise 好,没问题 来,运行一下 当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是不是会弹出一个什么呀 对话框 Hello,Mise 这是我们直接在我们的HTML中 当作属性 把这个事件当作我们的属性来写的 而且是直接写的这个JS代码 那可以这么写呢 当然我们的JS代码呢 也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函数中 也可以 我们再写一个input test2 onClick 调用一个函数 调用一个test函数 好 接着我们在这来定义这样的test函数就可以了 Function Test Alert一下 简单来写 This is a test 那现在来运行一下 效果是不是一样呀 对吧 弹出了 This is a test 那这种模型呢 属于我们的这个内联模型 这也是我们最早使用的这样一种模型 但接着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内联模型 现在我们用的就基本不用了 为什么不用了呢 那你看到这个代码是不是和我们的HTML 代码是不是紧密的偶合在一起呀 对吧 没有实现相互的一个分离 那这时候呢 我们在维护代码包括更新代码的时候 是不是就比较困难了 对吧 这是第一种 第二个呢 扩展我们这个时间处理程序的时候 这个也不容易 那接着呢 虽然说你可以把它提取出来 放到我们这个函数中 但是呢 这个通用性也比较差 也比较差 所以说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其实呢 我们这个 这时候这个DOM零级 DOM零级的一个时间处理 就出现了 就是来解决我们这个问题的 那怎么来解决呢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脚本模型 第二个模型 大家看一下 在这儿 脚本模型 你看我们也写了 由于内联模型 违反了我们的HTML与JS代码层次分离的原则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种脚本模型 其实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我们的DOM零级模型 那接着来试验一下 怎么来做呢 我们再来 再写一个 input button 还是一个按钮 test3 id 写成一个btn1 接着在这儿呢 我们来 可以通过它来写 直接在这儿来写一个 首先找到这个 按钮 document.dat element 按ID 根据ID来找到它 表示我们付给这个box 付给这个btn1 找到之后呢 给它来添加一个单击实践 那我们可以直接来写 btn1 点上一个onclick 到一个function alert一下 可以直接这么写 写成一个btn1 click 好 试验一下是否可以 你看到 首先我们是先找到了这个元素 接着给它添加了一个onclick事件 这是一个单击实践 比较简单 这个呢 可能不用说 大家也知道 来试验一下 一点它 弹出了一个btn1 click的 这种形式是可以的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 匿名函数的形式 或者说通过函数 复值的 这是通过匿名函数 我们也可以通过 函数复值的形式 也可以 你看我们再来定义一个 假如说我们再写一个 input button test4 id等一个btn1 btn2 接着呢 我们把它定义一个方法 function test1 alert btn2 click 接着我们想给这个btn2 按钮来添加事件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这么写 btn2 btn2 等于首先也是找到它 document.get element byd btn2 接着通过btn2 点 click onclick 等于一个什么呢 直接 把它付给我们这个 bt 付给我们这个test1 这个函数 注意不要加括号 不要加括号 直接把这个函数 是不是相当于我们的匿名函数 只不过是这个函数名称了 把它付给了我们这个btn2的onclick 这就属于我们的事件处理程序了 还是btn吧 test5 btn3 我们可以再找到它 来直接写 我就通过匿名函数的形式了 btn3 等于 dg 写成一个btn3 接着呢 btn3.onclick 等于一个function 我想得到一下 此时这个标记的名次也可以 可以alert一下 类似第二个type name 来试验一下 是否能得到我们的button input 对 input 不是button 我们是input type button 当然你要写是button按钮呢 也可以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button了 得到这个元素的名字 当然呢 我们说还可以来删除这个事件 假如说 我们不得它了啊 我们点一下 来弹出一下 我们定一个 vr一个quant 数字 让它寄到3的时候 再把这个程序 单击事件给删除 默认是0 接着我们点一次的时候呢 让它alert一下 写上一个 quant 就让它加加 判断一下 如果这个quant ifquant 等于等于3的话 此时我们把它删掉 把这个事件删掉 那删掉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直接来写 我们可以把它付给一个now 写上一个btn3 第二是一个r click 等一个now就可以了 试验一下是否可以 小心 0 1 2 接着 到3的时候 你看 再点 还有这个单击事件了吧 对 没有了 相当于把它删除了 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 这是我们第二种模型 也代表我们的什么呀 对 bt 这个脚本模型 这是我们的脚本模型 但脚本模型还有它的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 假如说我们再来写一个 input sw id等一个bts4 现在我想给这个按钮 添加多个事件 你来看 首先也是找到它 btn4等一个document get element by id btn4 接着我们通过它 点on click 等一个function alert一下 怎么简单的 A 接着我想再给它添加 单击事件 添加两个 三个 alertB 再alertC 那现在应该 我想的是 出现是 123 弹出ABC 当我们单击btn4的时候 弹出A 再弹出B 再弹出C 但现在你来看 当我们单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能出现什么呢 来看 只出现了C 那现在这多个事件处理程序 在一个元素上添加 可以了吗 不可以 这也是问题 那怎么解决呢 其实呢 此时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第三种模型 第三种模型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DOM2 DOM2 那DOM2系事件呢 就是定义了两个方法 来添加我们的事件 和删除我们的事件 那这两个方法呢 用的也比较多 像我们的这个 像我们的这个 爱的 像我们这个爱的 invent listener 包括removeinvent listener 这两个方法 那之后呢 所有的DOM2系点中 都包含有这两个方法 并且他们接受三个参数 一会儿呢 我们来拿例子来看 像我们的事件名 函数 包括冒泡 或者补货 那在使用它之前呢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个 再来一个例子 test2 其实呢 我们说有这样一个事件对象 这个呢 也需要知道 因为当我们触发某个事件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这样一个事件对象 那这个对象中呢 就包含着所有与事件有关的这个信息 像我们事件的元素啊 事件的类型呀 对吧 包括事件特定相关的信息都可以 那这个事件对象呢 我们一般称作叫做 invent的对象 在这也有 先把它要了解一下 因为之后我们都要用到它啊 这有一个事件对象 invent的对象 写到这儿 那这个invent的对象中呢 就包含了一些信息 以后我们也会用 像我们的target呀 event pass呀 包括我们的bubbles cancel bubble cancel able 这些我们都会用的 那接着来看一下怎么来写 我们可以直接来写 来实验一下啊 再来一个input button test1 直接来给它添加一个btne 我们通过脚本模型 啊 vrbtne等于 写成一个btne 接着btne.r click等于一个function 当我们单击这个元素的时候呢 此时是传了一个什么样 我们的 会产生这样一个事件对象 你可以管它叫invent 也可以叫e 或者叫其他的名字都可以 这个名字不一定就叫event 对吧 我们就可以叫e也行 那接着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alert一下 e 表现一个啊 event的type也行 或者弹出一下 e 看一下效果 那应该是一个鼠标单击 我们来运行一下 object mouse event 啊 鼠标对象 那接着你再看 我们可以弹出一点type click时间 它的类型 是不是也可以啊 对吧 但是呢 这是我们在这个啊 像我们的croom啊 对吧 浏览器来得到的 那接着 在我们的ae中 是不只是这样的啊 ae中的invent呢 需要这样来写 需要是invent啊 window.invent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 兼容性问题啊 兼容性问题 那其他浏览器 我们可以直接接触 这个隐问的对象 这是w3c的一个做法 但我们ae是不支持的 ae呢 是自己定义了 这样一个隐问的对象 那它是直接在我们的 window.invent上获取 所以说我们想 编写跨浏览器的一个 兼容性的一个invent 所以说我们需要这样来写 你可以这样 vi一个e等于e 或者是window.invent 这样呢 你在所有这辆器上都可以了 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 这块报了一个错 vii等于invent 不是e 是传过来的一个invent 或者是window.invent 好 我们没有谈 alert一下e 得到了 包括你通过IE也可以 这是编写一个跨浏览器的 这个兼容性的一个问题 兼容 之后呢 我们也会用到啊 所以说先拿来说一下 那接着再往下来看 再看刚才我们说到的 我们这个dom0级啊 dom2级中 添加在这两个方法 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i的invent listener i的invent listener 另外一个呢 就是removeinvent listener 他们两个正好是对应的啊 对应的 一个是处理我们的事件 就绑定事件 一个呢 是我们的删除事件 那接着呢 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个 兼容性的 那像我们的这个 i的和remove这两个 我们是在像我们的i19以后的 包括我们的货乎 Safari Kroom Oper 他都是支持我们这个dom2级 实现处理程序的 但是呢 对于我们的i18 啊 i1比较特殊嘛 对吧 i18以前的 我们需要通过谁呢 通过 attached event 包括 attached event 这两个方法 啊 这两个方法 这个呢 我们是需要知道的 那接着来看一下 这两个怎么来用啊 怎么来用 我们可以来写一个例子 再来一个 i的 invent listener 第三个 好 其实呢 在写他之前呢 我们还要了解一下 这个事件流啊 事件流也比较重要 来看一下 这个事件也比较杂 首先了解一下 我们的事件流 因为呢 因为这个 i1的 listener中 有一个参数呢 代表我们的冒泡 或者是捕获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 事件流 那事件流呢 描述的就是从我们页面中 接收事件的一个顺序 事件流呢 啊 这个顺序 当几个都具有事件元素 层叠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你点击其中一个元素 并不是只有当前被点击的元素 会被触发事件 而层叠在你点击范围内的所有元素 都会触发这个事件 那我们的事件流包括两种模式 一个是我们的冒泡 一个就是我们的捕获 那冒泡呢 比较简单了 就像我们那个水开了 气泡往上走 是往上走啊 对吧 是从里往外逐个出发 那捕获呢 和我们的冒泡正好相反 它是从外往里挨逐个出发 那我们现在的浏览器 默认情况下呢 都是我们的冒泡模型 而捕获呢 则是我们早期的 Netscape默认的一个情况 而且呢 现在的浏览器 我们需要使用 到我们二级模型的事件绑定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 啊 i的invent listener 来绑定 才能手动定义我们的事件流 那接着可以看到这个图 这个图也比较形象 当我们定期 当我们单击一下 假如说这里边有一个input的按钮 它是放到我们的div中的 那div肯定是存在于我们body中 那我们body中 再往上 文档的跟节点 是我们的html 假如说他们每一个都有事件的话 当你单击它的时候 那如果按照冒泡的模型是 12345的一个顺序 按照捕获的模型呢 是从外往里 12345的一个顺序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可以先拿这个例子试验一下 正好呢 我们的addinvent listener中 有一个参数 也是指定了冒泡 或者是捕获 好 我们先来写一下 script 先来一个 div 减号box1 这里边呢 来一个按钮 input button test 1 id呢 btn1 好 这样就可以了 那接着我们把这个 简单给它来一点 样式 still kbg 这是一个警号 abcdef 宽度 300 高度 300 这样的效果 选完之后呢 我们来给它添加时间了 script vr一个btn1 等于dg btn1 再vrbox1 等于dg box1 好 btn1 掉上一个 click 等于一个function alert alert btn1 click 接着box1 表现一个 click 等于一个function 写上一个box1 div click 或者这块写按钮 btn button 好 那再往下呢 我们还可以找到像我们的body 对吧 包括我们的document 来在这再写 我们可以通过document 叫body 叫r click function alert一下 body 叫r body click 接着再往下 还有我们的这个element document document element 第二生意高 click function alert一下 this is a test 这样的一个顺序 或者写一个 写上一个 html吧 html click 那最后呢 我们还有我们的document 叫上一个onclick 写上一个document click 来 添加了这么几个事件 那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 当我们单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你来看 应该是按钮被点击了 那现在接着你看我点确定之后 div被点击了 body被点击了 html被点击了 接着 document被点击了 这样的一个顺序 那这是一个什么顺序呢 其实我可以在这来写 先是button 接着div 接着是我们的body 接着是html 再往下是我们的document 那这样的一个顺序呢 那这样的一个顺序呢 其实就属于我们的冒泡 属于我们的冒泡 对吧 这样的形式 如果说想取消冒泡呢 其实也可以 也可以 假如说我们只想 点击谁的时候呢 点击我们按钮的时候 只有按钮 这一块事件突发 不再往上冒泡了 想取消冒泡 我们可以在这来 我们可以直接这么来写 写上一个 穿这样一个 时间对象 通过invent 还是一样 e等于e 或者是window.invent 这是IE的 接着呢 我们可以来取消 那w3c的取消冒泡的形式呢 w3c 取消冒泡 可以通过 e 点上一个stop properly properation 来取消 那你来试验一下 刚才还是弹出那么多呢 现在再点它 你看 我们只在按钮上 取消了这个冒泡事件 它是不是不往上弹了 那当你点击这个div的时候 你看div被点击了 body被点击了 htm被点击了 document被点击了 它没有取消 这样的效果 但是呢w3c取消冒泡没问题 那如果是IE的话 我们IE取消冒泡 我们可以通过的是 有一个属性 cancel 刚才也看过 这个invent对象的一个属性 bubble 把它设成处 也可以取消了 对吧 但是我们可以来编写一个 编写一个什么呢 你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属性是否为真 我们可以alert一下 e点一个cancel bubble 试验一下 fose 那如果它是fose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定义成一个true 这样的效果 那我们可以来编写一个坚写性的判断一下就可以了 判断一下 if type of e点 cancel bubble 如果它要等一等于undefended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这个w3c的stove propagation来取消 else呢 我们就把它设置成一个 e点 cancel bubble 设置成处就可以了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那现在你看我们按钮想取消的话 直接这么写就没问题 取消了 在我们IE上也可以 IE上也可以 因为我这里边没有IE浏览器啊 我们没有装 你可以自己来试验一下 自己来试验一下 这是我们这个mop 那接着呢 我们想来指定它的时候 想指定mop或者补货呢 我们必须要通过我们DOM2级中的这个 add event listener的方法 才可以 而且呢 它也允许我们给这个什么呀 给一个元素 绑定多个世界 像我们之前写的这种 是不是就不可以啊 对吧 只能绑定一个 之后的就 之前的都被覆盖了 好 那这节课呢 先简单的把我们讲的内容 有一个了解 来试验一下 如何来写我们的世界 那下节课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add event 这个DOM2级的这几个方法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 好 咱们